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电区两会新闻发布会少获悉 2019年 海电区计划新建和规范各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80处 其中 菜篮子网点不少于30处 据海电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 海电区共新建和规范各类基本便民商业网点150个 其中菜篮子网点100个 截至目前 海电区共有菜篮子网点1300余个 其中 规范化菜篮子网点850余个 早餐网点1 200余个便利店和超市2100余个 末端配送网点400余个 各类便民商业网点总数 近9000个连锁化率达到38% 八项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 菜篮子 早餐 便利店 理发 维修 家政 席展 末端物流 在全区581个社区 基本实现一刻中社区服务权全覆盖另据介绍 海电区制定了便民店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各社区补齐八项便民商业服务功能 利用社区疏解腾退空间 引入优质品牌连锁起意开展经营 在做好菜篮子 早餐 便利店等网点布局的同时 设置改议 修索配料室 维修等的便民服务项目 满足居民生活需要 北京市海电区甘家口小区居民 在便民菜店挑选蔬菜资料图图片来源 tuku.qiang.com 千龙网记者 万小军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